另一方面因为疫情的冲击到各产业生计 行政院提出的纾困方案 在今天下午是由行政院的发言人 以及政务委员出面来解释细节 包含业者要让劳工减班休息 但必须要付基本工资等等 不要让无薪假的状况缠身 政府也会备足资金来帮产业纾困 并且放宽税务等等相关的规定 让业者喘口气 同时也确定一文活动会纳入底用券的使用范围 但是不排除这个底用券是扩大办理 按照过去夜市券的模式来进行调整 但预计也要等到疫情趋缓之后 才会启动发放 一文活动也受到一些冲击 所以这个幅度是会扩大 针对夜市商圈餐营底用券 政院再公布最新方案 将一文活动纳入 方向也定调为夜市券的扩大实施 原则是先消费后底用 将在疫情趋缓后启动 预算也比原先的20亿还要再提高 疫情告一段落或受到控制以后 来做一些推出 来做一些启动 所以在从现在到那段时间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及时广益 扩大敌用券刺激消费 但要怎么发 谁有资格使用 细节还在研溢 就怕国内产业受到严重冲击 政府被阻淫淡 提出还款期限展延 贷款利息补贴 替企业补上资金缺口 针对可能有企业要员工放无薪假 政府也提出解房 如果减班休息也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无薪假 这基本上还是要付基本工资的 规定业者只能让员工减班休息 还是要给付最低工资 并主动补助业者趁机进行员工训练 在税务方面 除了放宽收入减少的认定 更主动延长纳税期限 让业者能从压力中好好喘口气 假如因为隔离的关系 政府是不是会提供生活上的津贴补助的话 那这个部分是有在讨论的 针对居家隔离的民众 考虑提供生活补助 政院版纾困方案 预计周四院会拍板送进国会 要在疫情威胁下 让产业受到的冲击降到最低 记者零星金欢 我财务相三特别报道